好多出蒙的手作便当 全部来自于寻姨妈的生活手札 里面有好多kawaii的造型便当 还有教你怎么操作的图片剖析与食谱 光看就好疗愈哦 我现在是一个全职妈妈 现在就是每天帮小孩做那个造型便当 我对一些烘焙啊 料理都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都会去搜寻一些相关的东西来看 后来就发现那个日本妈妈都会做的便当很精致很可爱 所以就希望说之后哪一天也可以做出像这样子这么美 这么可爱的便当给我的小孩 就之后就是确定有小孩就开始都有去收集 后来去买那些便当小物 后来就想着说未来小孩上小学的时候 就可以做那个造型便当给他带去学校吃 本身自己很爱拉拉熊 所以拉拉熊算是自己很常做的一道造型便当 因为个人拉拉熊的东西还蛮多的 所以我有现成的模具可以直接做出一个拉拉熊的形状 如果便当里面有红色啊 黄色 绿色 那个便当就还蛮好看的了 一般妈妈要做一个便当可能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但徐姨妈的造型便当都会仔细地研究菜单 发想角色 语画草稿等等 没有画上半天是完成不了的 主要就是要营养均衡 我会考量就是在设计这个便当的时候啊 我会依照那个五穀根筋 还有蛋豆类 蔬菜水果 就是这些方面去构想这个便当 有仔细在关注徐姨妈脸书的 不难发现她所做的都是没有肉的哦 原来她从小就吃素 从以前就喜欢研究素食料理 现在为了孩子做便当 更希望做些不一样的 让他们能够吃得健康 吃得开心 真可爱 好棒哦 好棒哦 对啊 好啦 好棒哦 这么可爱 好啦 可爱可爱 好啦 拜拜 拜拜 就是我女儿的同学看到便当 也是会觉得很惊奇 很开心啊 后来也有备受期待的感觉吧 就是会想要不断精进努力啊 把这个便当做得更就是有不同的技巧 或者是可以怎么运用 变成呈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便当 就算是同一个角色 可是我只要换了一点装点 那这个便当又换 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子 出现在他们小朋友的面前 呃 全部 因为那个很好看也很好吃啊 我知道两个小时 我通常都会在前一天晚上啊 就会跟我的小朋友讨论说 我们明天要吃什么便当啊 他们也会很兴奋的 很热烈的讨论说 那我们要吃谁谁谁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段 就是讨论的时光 实上是还蛮开心的 我们今天要来做那个万圣节的便当啊 所以可以做那个南瓜 南瓜 还有那个鬼鬼 鬼鬼在这里 幽灵啊 好幽灵 好幽灵 也可以自己手捏啊 捏成五脸男的样子 就看他要选哪一个来做 原本薰姨妈只是单纯的家庭主妇 但是她为孩子亲手做便当的这份爱 以及乐于分享的心 已经让她变成了一位造型便当达人了 我觉得她应该是很喜欢做这个便当 因为她都会自己制作手做便当啊 然后很有耐心的去做那些造型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而且看到那些器具那么多 也是蛮佩服的 可以一直添购啊 一直买的 然后也想要让小朋友可以吃到 比较有营养和健康的东西 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吧 后来就会觉得哪里自己做便当不足啊 或是觉得最近菜又重复了 那我就会开始再继续研究 是不是要再变化一些新的菜啊 后来也会去上网搜寻看看啊 试作啊 做造型便当是一件还蛮快乐的事情 如果大家也可以一起做的话 那就是可以分享这份喜悦给大家 这是我们做的无恋男 这是我们的万圣节便当